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性总是表现得很迫切 无论到了什么年纪 他们都无比希望能有个异性陪伴在身侧 而女性则不同 如果找不到自己期待的另一半 他们宁愿一个人 女生可以憋多久不找男朋友 有些人表示五六年 也有人说十年都可以 甚至有些女性声称家里管教得很严苛 她从未交过男朋友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女生到底可以憋多久不找男朋友呢 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出乎你的意料 憋这个词用得很形象 因为很多女性的确在性层面憋得太久 现如今 社会上充斥太多的渣男 女生若想找一个靠谱的另一半 为时不容易 与其依赖男性 倒不如指望着自力更生 还有一些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孩 对渣男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们也想像渣男这样 变成一名异性杀手 尽管想玩很超前 但行为却很难跟得上 说到底 其实都是因为性压抑 今天就从客观的角度研究一下 女性究竟能憋多久 一起来看看 路人是怎么说的 盛女士 上一次谈恋爱是在大学的时候 本想着两个人毕业就结婚 可没想到 毕业却成了分手计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 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现如今的我很孤单 想尽快再谈断恋爱 然后顺利的结婚 唐女士说 我前段时间刚刚离婚 由于前任丈夫 与我的价值观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段失败的感情 始终让我觉得 女人不能依赖任何男人 因为他们都不可靠 现如今的我 可以一直都不谈男友 因为我完全可以自力更生 肖女士说 我个人是很难接受 没有恋人的状态 如果没有恋情 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可能这种想法 会被别人看成恋爱脑 但是我真的无法想象 没有另一半的日子 该怎么过 人体和心理状态 这三位路人 针对谈恋爱这件事 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复 为了研究女性 在恋情中的态度 专家小组专门展开了讨论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正常的成年女性 一定存在着性欲 无非是强与弱的区别罢了 有些女性的性欲较强 她们精力充沛 活力旺盛 很多男人都喜欢 这一类型的女子 著名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指出 性欲是人的本能 除此之外 还包括着吃东西 躲避风险等等 人类有欲望 在所难免 假如天性都要被压抑 那么生活自然难以达到 最舒适的状态 然而在当代社会中 很多人都不觉得 性压抑是一件错事 她们反而把畸形的意识 觉得理所当然 一名心理咨询师 接到了一位已婚女性的消息 这名女性对性比较开放 但她的丈夫却很保守 一直都不同意 婚前同居 本以为两个人结婚后 生活就能和谐 没想到结婚后的丈夫 依然对其视而不见 慢慢的 该女子发现 老公出现了性无能的状况 但由于对方在生活中 对她的确很好 所以这名女子很犹豫 不知该不该离婚 很多人都表示 这名女子的丈夫是个好人 并且从来没有越过红线 如果仅仅因为房事方面 难以满足 就决定离婚 实在是不应该 但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性欲和普通的欲望不同 它归属于生理学方面 如果女性一味地压抑着性的本能 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 都将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 而这种危害 远远超过了压抑欲望 这件事本身 不过有种情况可以成为例外 那就是单亲母亲 独自带着小孩生活 这种情况 就算没有男朋友 也不会干涉到 母亲与小孩幸福的生活 由于母亲早就把小孩 当成了生活的全部 所以她理所应当的 把全部的爱都送给了孩子 由此看来 就算没有男朋友 大家依旧可以活得开心幸福 只要把自己的目光和关注 放入到生活中 认真的感受每一天 不断地追求着你想要的生活 你终将活得很精彩 不要担心找不到那个对的人 只要你做好自己 并耐心等待 你一定会在下一个路口 找到那个属于你的王子 既然如此 找不到男朋友的女人 究竟能憋多久呢 这个问题并无准确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难以接受单身的日子 而有些人一个人 也能活得很有趣味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需要 另一个人相伴 总而言之 答案在你的内心 无需压抑着自己的本性 因为这个本就是人类的天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